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荒岛露营九天 我们的用电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边呢就是家里的一个 不常用的电瓶车的这个电瓶组 里面有四块电瓶 它的输出呢是48V 这里呢有一个智能电源转换器 它输入呢是30到60V 输出呢是12V 那么我们把这个48V 通过这个智能电源转换器 把它转换成12V 然后再通过这个逆变器 把12V的电源转换成220V 可以供我们的电脑使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逆变器 逆变器呢可以在行车当中啊 插在点源器上 转换成220V的电源给这个电瓶组充电 因为我这个电池是48V的 48V的我网上买了一个这个48V变这个USB接口啊 5V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插口 可以插两个USB的接口插进去 那么我们的手机 大家看一下可以充电的啊 我们的手机呢也是通过了这里充电的 还有一个神器呢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风扇 那么这个风扇呢 也是一个USB接口的一个充电风扇 那可以那个充电后使用 也可以直充 直接是从这里充电 然后把它夹在这个上面 或者是拉手的地方 然后它这个角度嘛 是一个万向的角度都可以调节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住的头半夜还是比较热的 都是用这个风扇来解决的 那么这个风扇呢 它的风量还是蛮大的 风扇有三档 有这个低速中速和高速 那旁边呢 还有一个按钮呢 就是一个LED灯 这个晚上还是蛮方便的 在我们车内用用啊 光线比较柔和 有强光还有暗光 两个档 还有一个神器呢 也是通过我们的USB这里 这个电池里充电的 也可以就是说 也可以充电使用 还可以直接连接使用的 这是一个户外的灯 这个灯呢 它是30瓦的 这个比较亮的 充满电在外面用个 四五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 晚上还是放到外面 还是很亮的 这就是我们这次 九天九夜荒岛露营 用电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来说 关灯的一个解决方案 很容易的 我来说 在一个描述的一个 Hej 感谢观看